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4年如一日坚持着自己的抗战 证实他们的存在令日本如梗在喉 也是东北始终无法称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稳定的后方基地 东北抗日将领杨敬宇战至淡尽粮绝牺牲后 日军指挥官无法理解 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 且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 为何能坚持战斗五天 日军发现杨敬宇的胃力尽是枯草 树皮和棉絮 竟无一粒粮食 在场的日军在震惊之余 也对杨敬宇将军肃然起敬 而那些日本人所无法理解的东西 其实正是支撑着我们民族得以延续五千年的密码 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 中国三千五百多万军民伤亡的代价 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站在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然而在日本右翼分子修改的教科书中 竟无耻地称中国军队炸毁铁路 迫害日本侨民 日军发动918事件 纯属为保护本国侨民的无奈之举 同样 卢古桥事片也被称是中国军队率先开火 日军无奈还击 更无耻的是 日本右翼在历史教科书中 竟然将南京大屠杀成为占领南京后的清除间谍行为 对于整个过程轻描淡写 闭口不提日军残杀30万中国居民的滔天罪行 不少日本国内的有识知识 强烈不满右翼分子种种极端行径 并与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家日本的主流电视台 一直致力于挖掘历史真相 承认历史错误 正确引导日本民众的认知 此前这家电视台经过多年收集日军当年相关罪证 制作了一期彻底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的视频 该视频已经播出 便在日本各界引发轩然大波 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 在这段视频面前无地自容 羞愧难当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还专门对此事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我们赞赏日本国内的有识知识 揭露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 我们特意找到了这段视频 并将其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关注钢与军事微信公众号回复真相 便可观看这段让日本右翼爆跳如雷的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钢与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只为您呈现